大家好, 多謝大家來到這次的工作坊 我的名字叫做黎晉維, 我叫Charles, 平時在網上或其他地方都有做多關於建築歷史的工作坊 很高興這次美河流邀請去做一個關於深水埗的歷史, 關於深水埗的一些舊建築的講座 這次的題目是關於我們在深水埗會看到的一些舊建築 在未來究竟這些建築物可以變成一些保育項目 其實我們今天對深水埗的印象, 大家可能會覺得它是一個舊區 或者比較老化一些的舊區 或者有朋友可能會知道有些文青咖啡 慢慢在大南街上出現, 現在大南街就變成一個文青的地方 我想這件事對於深水埗來說也是一個很特別的轉變 因為在深水埗的整個歷史裡面, 我們會看到其實它在60年代之後 經歷過一段很快的發展之後 相對是處於一個在80年代開始沒有什麼新的發展 逐漸令到整個區都變成了一個舊區的狀態 所以我們對深水埗可能都會覺得是比較舊一些 但是其實深水埗我會說它很特別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們回到100年前, 回到1920年的時候 其實深水埗是一個我會說當時的一個先進的一個城市 有時甚至乎是一個所謂我們叫做一個花園城市 這樣的一個地方 其實在很多今天我們深水埗見到的一些建築物裡面 其實都可以見得清楚這個所謂的一個花園城市 它的一些特色或者它的一些建築物 還殘留了有當時的這些設計的痕跡 這個是今天我會說到的一些地方 除此之外當然不少的就是因為身處的就是美河流 也都會說一下這個香港早期的公共房屋 它的一些發展的歷史 究竟為什麼最初的時候這個公共房屋的政策是怎樣來的呢 而後邊的一些發展又是怎樣的呢 是的 也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本身是一個建築師 在英國註冊的 後來也是去做一些建築歷史的研究 其實建築歷史我想是一個挺特別的一個環節 或者建築歷史我覺得是一個挺… 對於香港人來說未必可以認識很深的 那說到建築的歷史 很多人可能會以為都是一些 說一下建築物什麼的風格 或者說一下它所謂的建築特色 但其實我會說建築歷史除了這些風格上面的特徵之外 其實更加多是關於建築物背後的一些歷史 尤其是它跟當時的社會 當時的城市 還有當時的經濟等等 它不同的一些關係是甚麼 其實大家今天我們看到了 我們香港今天的建築 很明顯你會看到建築是一個很受到經濟 很受到社會所影響的一個產品 其實我們去到100年前的時候也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透過建築物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當時的一些社會的狀態 一些經濟的狀態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讓我們去到歷史的時空 去到認識這些建築物之外 其實都可以認識當時的時空 當時的城市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狀態 剛才說到其實我們今天會看 兩個大的環節 首先我們會看到公共房屋的一個歷史 也都會回到1920年代 看一看深水埗有甚麼戰前的建築 而也都會深入一點去看看 這些是深水埗的建築 原來也是跟當時在世界各地發生的一些建築的潮流 甚至乎是世界大使都有一些關係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知道 香港的一個公共房屋的政策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 它是源自於石結尾的木屋區的一個大火 就是1953年的聖誕設席 就有這個木屋區的大火 這也是一個很官方的說法 就是世界尾大火之後 殖民政府就決定開始這個公共房屋的政策 亦都是這個公共房屋的政策 一直發展起來的時候 去到我們今天其實有大約40% 45%的人口 原來都是住在這些公共房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這些社結尾的大火 其實都令到很多人在一夜之間流離失所 當然這些很大量的人口 突然之間沒有了自己家裡的時候 對於如何安置他們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除了本身這些人道的一個問題之外 其實可能也是構成了很多的社會 甚至乎是經濟等等的問題 所以當時的殖民政府都對於這件事非常著緊 立即著手去籌備 如何安置這些居民 很有趣一點就是 在大約兩年前左右 有一位學者 魏翠梓小姐 他出版過一本書 亦都是說回這個Mark 1 就是這個最早期的一個 包括美河樓在內的 那種的一個公共房屋 早期的公共房屋 他的設計的一個緣起是甚麼呢 其實正正就是希望可以解決一個 所謂一個石結尾大火的一個迷思 因為在很多的一些陳述 或者在很多的一些說法裡面 我們都中間究竟發生甚麼事 其實是很含糊的 很多時候都是說石結尾聖誕夜大火 然後之後就會跳到去 很快就建立了這個洗子區 然後就開始做一個香港的公共房屋的政策 但Rossman 魏翠梓小姐 她其實就發現了 裡面原來都有很多的一些細節 亦都補充了這個說法 這個我們看到去到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整個石結尾的一個洗子區 其實都已經發展得 全部都已經建立好了 那Rossman 其實就發現了 原來在1954年這個石結尾所謂的一個洗子區 就是剛剛開始出現的喜好的一個時候 其中一個她想解決的一個迷思就是 為什麼政府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就這麼快地去設計好所有的建築 而這種類型的建築物 這個所謂H形的建築物 稍後會再講清楚一點 在香港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一個建築物的類型 所以Rossman 因為她都是在HA 做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她知道政府的一個設計 不可能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完成得到 中間也要經過很多設計、審批、層層的一些官員的程序等等 所以她就開始去到思考 會不會其實在這個石結尾大火之前 其實已經開始有構思一些公共房屋的一些政策呢 那麼的而且確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香港的公共房屋的政策呢 並不是單單因為石結尾大火而就橫空出世的 那麼原來在1953年之前的一個 在1953年之前 其實在1935年其實 是一個戰前的時候 那麼這個香港政府 其實已經開始了有一個公共房屋的一個政策的一些構思 那麼在當時的時候 其實去到做公共房屋 並不是因為想 單純是去到安置或者洗置一些低收入的一些人口 其實當時最大的一個去做公共房屋的一個原因呢 其實就是因為當時的一個肺腦病的傳播開始嚴重 那麼而肺腦病呢 主要的一個成因呢 其實就是居住環境太過激迫 那麼當人口比較囂密 就是很多人迫在一個很小的環境的時候呢 那麼就會令到病患很容易雪暴 我想今天就是大家都很感受得到在一個COVID的一個時候裏面 那麼隨此之外呢 Jorge的環境缺乏陽光呢 也是一個主要令到肺腦病肺虐的一個原因 那麼所以呢 現在政府在當時都開始去想 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些公共的房屋 一個subsidized housing 資助的房屋 去到除了是可以安置到一些低下階層之外呢 其實都可以揭指到病菌 疫症的一些傳播 那麼去到後期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慢慢慢慢都令到這個計劃 都開始一路有一個發展 那麼所以呢去到1953年 射擊美大火之後 其實很快呢 政府就可以將一個設計這樣推出來 那麼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資料 其實都可以看回Rosman 他剛剛出的這本書 說到裡面有很多的一些舊的文獻 其實都說到這個最早期的Mark 1的一個房屋 他的設計的一個藍本 可能是來自哪裏的呢 那麼其實呢 都我們見得到 除了公共房屋是一個純粹是一個璽緻的用途之外呢 其實呢 也都有另外一些的學者有說到 公共房屋的出現呢 除了可以帶來到一個比較安定的生活之外呢 其實都有它的一個在公共政策的層面上面的一個用途 其實呢 某程度上呢 公共房屋的出現呢 是一個社會的穩定劑來的 那麼尤其是去到六六七年暴動之後呢 這個就更加成為了一個很顯著 可以在香港發揮到它的一個用途的一個功能 那麼這個呢 正正都是跟當時在英國開始 就是台頭的一個福利主義的政府呢 是說它有一些關係 其實呢 所謂的福利主義呢 都是 簡單來說 就是政府會給很多一些社會福利去社會裡面 而令到一些低下階層都可以擁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一個生活 那麼在六十年代呢 其實呢 這一點呢 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面 它除了是 令到那個社會可以 照顧到低下階層之外呢 其實呢 也都正正是 跟這個共產的世界的一個對壘是有一個關係的 那因為呢 其實都想去在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裡面 在一個資本主義的政府裡面 是提供到一個方法 提供到一個政策 是可以顯示到呢 其實資本主義都是對於低下階層的生活 都有所照顧的 而這個呢 某程度上呢 其實是一個宣傳的策略來的 都是一種propaganda 抗衡在一個共產世界裡面 對於一個低下階層的一個宣傳 而在香港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在五四年的第一個洗字房屋的出現之後 其實呢 一路很多的一些新的政策 一些新的項目呢 都慢慢一路出現 那其實這些都是跟香港社會 或者香港在地緣上面 作為這個 在東亞 東南亞地區的一個 資本主義的一個橋頭堡 是說它有一些關係 而我們 看看一些舊的地圖 我們都可以看到 其實 當時呢 除了有這個 就是石結尾村 石結尾大火出現 而現身出 就是石結尾村 以及尾河流 這些的措施之外 那開始呢 政府呢 就用這個方式 用這個方法呢 去到處理其他的 這些木屋區的地方 那所以呢 我們看到很多的 早期的 這個公屋的所在地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本身呢 都是一些 木屋區 那因為 美河流的大火之後 政府都知道 這些木屋區呢 其實是 很大的一個隱患 那所以呢 都會開始去做 一些這樣的 設施 或者做一些這樣的 就是 公共房屋 去到 可以消除了這些 在城市裏面的一些人華 我們去到這一個 這張階段裏面呢 就可以看到了 一個 所謂的 標準的 一個 標準的 房屋 設計 簡單來說呢 這個 建築的設計呢 其實非常非常之簡單 首先呢 就是 它是由兩個 比較大的 長方形 所造成 然後呢 然後呢 在這兩個 長方形的中間呢 其實就有 這個 大家 分享的一個 公共的廁所 這樣的 一個 好像一條橋 這樣 接駁了兩邊 長方形的 最外圍呢 其實就畫成了一個 走廊 這樣的一個地方 而在 每一個 走廊的 後面呢 其實這個 長方形的 就畫分成為 一格格 一格格 一格格的 一些 unit 一些 的單位 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最早期的 這些 洗字的 房屋 其實它並沒有自己的 一個獨立的 廁所 也沒有自己獨立的 洗澡房 也沒有獨立的 自己的 甚至乎 整個 樓都沒有 一個煮食的 一些 地方 所以大家 如果有聽過 以前的一些故事 或者有來過美河樓 生活館的話 你其實都會看到 以前的人 很多時候都是 走廊 在一個冷行 那裡 用火水爐去煮 食 這樣 這個呢 某程度上 是 除了是因為 當時這些 的 住房 它並不是 去 希望 或者並不是 打算 給住戶 很長時間 在裡面 居住 希望 都是一個 洗字的 一個 用途 而 除此之外 也是 可以令到 整個 建築的 工程 更加簡單 更加快 這樣 可以把它 建造出來 解決了最迫切的 一個 住屋的 需要 所以 其實我們看到 它的 所有需要到 比較複雜的 喉管 複雜的設備 就是洗手間 的地方 其實 都會 集中了 在一個 地方 這樣 從而 減輕了 一個 在 設計上面 或者 工程上面 的 複雜性 很有趣的 就是 在這個 命名上面 不知為什麼 用了 Mark 1 這個字 Mark 1 其實 也是 在一戰的時期 英國 一個 引以為傲的 坦克 而 這個坦克 也有很多 不同的 型號 也曾經 在很早期 191 年代 又在香港 出現 用來做一個 巡遊 這樣 好了 回到這個 公共房屋的 設計 裡面 我們 也看到 其實 在Mark 1 的設計 裡面 是 預設了 很大程度的 一個 Flexibility 在裡面 一個 很有彈性的 設計 來的 其實我們看到 一個個的 單位 它可以用很多 不同的方法 去做一個 分割 例如 在這個情況 其實就可以 將 每一個單位 分為前後兩格 可以給予更多 家庭 去居住 這樣 但是 在同一個 設計 裡面 其實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 conversion 就可以 令到它 將 一個 所謂 私人的 單位裡面的空間 再 延伸去 後面的 一個 走廊 後面的 一個 走廊 的位置 令到它變成了 單位裡面的 一個 露台 也有一個 廁所 也可以在 前面 加設一個 廚房 可以令到 這個變成一個 更加大的 一個單位 也有自己的 廚房 廁所 這樣的設備 其實 在剛才那個 平面圖裡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裡 有一個 虛線的位置 其實就是 一個 Flexible 的 一個 partition 就可以隨時 很容易地 做到這些 conversion 這些 加減 如果大家看 右邊的 這張圖 的時候 就會發現 跟我們 今天 看到的 PMQ 就是 之前的 警察 二分警察宿舍 的設計 基本上一模一樣 如果大家看過 另外一些 的公屋 舊式的公屋 的話 也會看到 這一種 這樣的做法 其實都是 就是 舊式公屋的 設計 那為什麼呢 有朋友可能會問 就是 為什麼呢 把廁所 廚房 都會儘量放在一個 比較外圍的地方 如果大家今天 住的 其實很多 一些 住宅 設計 都不會 這樣做 通常都是 在 屋裡 這樣 不會 出去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要把它放在一個 比較外圍的位置 其實都是希望 一些喉管 可以 比較集中一些 而且 在外圍的時候 其實喉管的 維修 就可以方便很多了 所以在整個設計裡面 裡面有很多的一些 維修 工程 保養 裡面的一些 考慮 其實 正正就是希望 用最少的公共資源 可以 供應到最多的 這些 住宅 或者這些 房屋 去到給當時的人 居住 而 在我自己的一些研究裡面 其實都發現了 這些 設計 原來 在當時的一些 英聯邦的國家 其他的地區裡面 都有一個 挺大的 迴響 這樣 是一些 給英聯邦的建築師 去看一些刊物 一些 journal 其實我們會看到 都有報道過 我們香港的 這些 洗字的 大廈的 一些設計 也都說到 裡面 這個設計 很聰明 又可以做到 很多不同的 一些 conversion 甚至原來 可以把兩個 不同的單位 打通 變成了一個 更加大的 一個單位 當時的想法 是希望 首先我們提供了一個最簡單的 一個最快的方法 提供了一個最簡單的 一個住宅 一個住房 給洗字區的居民去居住了 解決了 燃眉之急之後 整個社會穩定下來的時候 就可以再去思考 我們會不會擴展這個計劃 當擴展這個計劃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人口 每一個單位的密度 就可以減低 可以有更加大的空間 給到每一戶人居住 所以其實裏面也都 吻陷了一些 這樣的 建築 希望可以去 一路 隨著 社會環境的 變化 而作出一些 改變 而同一個時間 其實都可以見到 在 同樣地 英聯邦的 其他的 地區裏面 都會見到 有類似的 一些政策的 在新加坡 我們都會見到 一些公共的 住宅 一些資助的房屋出現 甚至乎 很遠去到 非洲的一些地方 都有類似的一些設計出現 如果我們看回 那個設計 或者看回 它用的一些物料 其實都跟香港的一些 公共的房屋 有很類似的地方 例如我們在一些 舊式的公屋裡面 我們會見到很多 很漂亮的通花磚 原來這些通花磚 除了香港 沒有用到之外 我們在一些非洲的 例子裡面 或者在一些 新加坡的例子裡面 其實都經常可以見到 這種通花磚的 一些元素 似乎 這個也是當時的一些建築師 他們應對一個熱帶的氣候 所發明出來的一個新的設計的元素 希望可以令到室內的環境更加通風 除此之外 那些通花磚 其實都可以 避免了一些陽光 直接射進室內 令到室內的氣溫太熱 這個也都會見到 在相同的一個刊物裡面 有介紹過這個 在香港的這個 這個環境區的一個計劃 當然 其實剛才也有提到 這一種 就是Mark 1 它的一個設計 環空出生 其實在香港 是之前未出現過 從來未出現過 這一種這樣的建築 建築的形態 而且尤其是跟我們 在香港當時最主流的一些建築類型 就是唐樓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分別 而它的一個設計的藍本 也跟很多當時歐洲的一些設計 是很有一個形態上的關聯 尤其是在整個設計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仙條非常非常簡單 尤其是當看到右上角的黑白照的時候 甚至乎有一些很簡約的一個味道 很簡約的一個感覺在裡面 首先我們看到 就是每一層都是一模一樣的 給人一個很整齊很整潔的一個感覺 然後在整個設計裡面 也都非常簡單 沒有多餘的一些裝飾 建築物的一個形態本身 就成為了它的微學的一個所在 那這些設計的想法 其實都是跟當時在戰前開始出現的一些現代主義的建築思想 是有關係的 例如我們可以看到 在1923年的時候 一個現代主義的巨像 一個現代主義很著名的建築師 Mies van der Rohe 一個德國的建築師 他其實在他的設計裡面 都有一個頗為類似的一個做法 每一層都是一模一樣的 好像一層一層這樣搭高的一個設計 而當時的這種設計 其實在結構上面很輕盈 因為可以利用到一個鋼筋運營土 這種比較新興的一個物料去做他們的一個結構 所以可以做到一些多層的高層的一些建築 結構的一個大小 即是一些柱啊 糧啊 也都不需要非常之笨重 就可以去抬起到這個建築物這樣 相對當時在歐洲的 還有很多用一些磚啊 用石砌出來的結構 這一種的建築物呢 就非常之輕盈的 那其實在香港呢 這個我們都會說 就是在當時的香港 其實都構成了一個很大的 一個視角的一個影響 一個視角的一個震撼 那當時香港還有很多一些木屋區 唐樓很多都是一些墊設的唐樓 開始慢慢比較殘舊一些 還有很多用石 用磚啊 甚至用木做出來的一些結構 那突然之間呢 在一個社區裡面出現了一些 其實都幾新潮的一些設計的時候 對於當時的人來說呢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 視角上的一個震撼 在這些的住宅裡面 剛才都有提過 走廊呢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公共空間來的 我們可以在裡面煮食啦 浪衫啦 那而 剛才都有提過 在這些的住屋裡面 它是沒有一個煮食的空間的 但這件事呢 去到60年代 其實已經開始有一個進步 在裡面 例如在啟德村的一個設計裡面 就會在裡面 即加入了一個廚房 你不要看到這個廚房很大 這樣 哇 這麼厲害 其實這個廚房 是很多戶人一起去 去分享的 共用的一個廚房 來的 你看到呢 其實呢 在一個 主食樓上面的儲物的空間裡面 是否看到有幾個單位的數目 其實全部都分好了 就是一格格 每一格都是給一個單位去到用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很多戶人一起都用這個空間去煮食的時候 大家會有所交流 甚至乎可能會有幾個 很多戶人一起都用這個空間去煮食的時候 大家會有所交流 甚至乎可能會有所交流 甚至乎可能會有所交流 大家煮食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我想這些都是 對於這個公共房屋的設計裡面 都會衍生出很多這些不同的故事 除此之外 其實因為當時這些的洗字區 裡面可能會有比較多的人口的聚集 所以就營造了一些生意的機會 其實在每一座的洗字區的房屋之間 都有一個不錯的 挺大的一個空間 而這個空間其實就慢慢變成了一個 可以小販擺賣的一個地方 而某程度上 當時的政府 對於這些小販的一個態度 都是採取一個比較寬鬆的做法 因為政府都意識到 其實對於這些住在洗字區的人來說 其實它會用很多它自己的 希望可以盡用到自己的時間 去到賺取到更加多的收入 去改善家裡的生活條件 所以大家可能都會聽過 以前很多時候會有一些家庭工廠的出現 就是川教化 在這個工廠裡面 可能拿一些半製成品 或者拿一些原料回家 做一些半製成品 再賣給工廠 其實都是當時的一些家庭 可能爸爸可能出在工作 可能一些媽媽和小朋友 其實就可以在家裡 去到做一些家庭的手作 家庭的工廠 去增加整個家庭的收入 除此之外 另一個做法 就是做一些小販檔 去擺賣 而比較近家庭 甚至乎可以比較容易照顧到小朋友 所以其實當時的這些小販 在屋邨裡面都很大規模 都很熱鬧的一個情況 很熱鬧的一個空間 其實整個公共房屋的發展 在50年代四季美大火之後 其實發展得非常快 除了有這些洗智大廈的出現 其實都開始有一些比較上條件 或者一個空間設計得比較舒服一些的設計 開始出現 例如其中一個早期的設計 就是北角邨 其實北角邨是由一位在香港 都比較傳奇的一位建築師 就是金銘Erik Kuhlman的設計 其實Erik Kuhlman原本是居住在上海的 在1949年之後 就來到香港 在香港繼續做自己的事業 他除了是一個很著名的建築師之外 也是一個很著名的馬主 也是馬匯的一個很著名的會員 其實Erik Kuhlman除了是北角邨的設計之外 其實其他在香港還有非常多的建築作品 而很有趣的另一件事就是 在研究的一些過程中 稍後我都會說到 看一些舊的圖 很多時候都會發現 原來這個建築物 也是Erik Kuhlman的一個作品 有很多原因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除了是因為Erik Kuhlman 建了很多的作品之外 為何會經常有這些驚喜的出現 就是其實香港的舊的建築 香港的一些比較出名的 比較著名的建築師 其他的一些作品的列表 或者他做過什麼作品 其實那個普查並不是完善的 也就是說我們經常會有很多流亡之餘 可能不知道原來這個建築 也是一個有名的建築師去建的 所以也就是說 香港對於這些建築 舊的建築它的一些研究 其實是比較起步得慢 我們對於它的認識都還是很淺 甚至乎都幾經常會有一些新的發現 說回北角邨 其實北角邨在大約十幾年前已經清拆了 其實也就是今天的北角碼頭的一個位置 今天的北角碼頭 其實你如果今天去過北角碼頭的臨近海邊的這些地方 就會知道其實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商業的一個住宅和商場 而去到北角邨的時代 其實看到北角邨也是一個很大規模的發展 除了有北角碼頭之外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建築物圍著中間的地方是一個巴士重站 整個設計都是圍繞著一個交通非常方便的地方 一個交通的交會點 所以去做一個這樣的設計 而這些設計其實都是一個多層式的公共房屋的設計 而且還有一個有海景的公共房屋 在這個北角邨的設計裡面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比起洗致房屋的設計 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分別 在北角邨的設計裡面 我們會看到 除了它是一個鞋盒的空間的一個吉房之外 不過村的設計裡面 開始有構思到有一些食飯 即是一個dining area 有一個睡房 個別的睡房 就是主人房 也都有小朋友的房 也都有自己的廁所 廚房等等 甚至乎每一戶都有自己的一個露台 在整個設計裡面 其實已經不再是 不是那種洗致區的一個臨時房屋的設計 而是希望可以讓住在這裡的居民 有一個可以是一個安身或命的一個空間 長時間在裡面居住的 甚至乎是可以給到一個很足夠的空間 去可以繼續生小朋友 也都可以在小朋友居住在裡面 一段長的時間去長大 也都有自己的一些房間 所以在那個理念上面 在整個模型 整個發展的模型 的一個構思上面 其實是在供應很不同的意思 而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每一個單位都有自己的 Bath 也都有自己的Kitchen 也都有三間房間 還有一個Living Room 所以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居住的環境 的確去到後期拆開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就是在北角村 是住了非常多年 也都住得很舒服的一個公共房 那後期的時候 就有一些相片 比較上後期一些的 那在北角村的周圍 其實都有很多的一些小販檔 去居民可以做一些擺賣 那很多時候呢 因為可能慢慢要看檔 小朋友其實都會跟著 媽媽可能在附近去玩 或者跟其他小朋友去 即是有一個 即是可以在附近去玩 那這樣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 生活 居民 他自己的一個社區 一個生活的空間 在附近去玩 那剛才有說過 其實呢 北角村呢 他也都有在一些海外的 給海外的建築師的一些刊物裡面 其實都會作為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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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屋邨的設計其實是跟當時人口的結構有很大的關連 為什麼裡面要有學校,為什麼裡面要有這麼多球場 其實都是看得到因為當時的出生率開始上升 在戰後有一個所謂的嬰兒潮的情況 而當這個年輕人去到人口那麼囂密的時候 也需要有很多的空間去放電 所以在舊式的公屋裏面 很多時候一些建築物和建築物之間都是一些球場 一些很大的空地可以讓一些年輕人在裡面玩 那麼這一種的房屋設計的一個方式 也跟當時在英國出現的一些模型 一些建築的設計是很有一個關連 那麼到了今天其實我們看到也會有轉變 人口開始老化 那麼在很多公共屋邨的一些康樂設備裡面 反而也會加入一些可以讓老人家去神溫的 或者可能可以讓老人家去坐在公園 一些比較靜態的活動的一些地方 所以在公共房屋的設計裡面 其實這些share的公共空間 也有很多的一些思考在裡面 我們去到第二個環節 也是跟深水埗很有關連的 那麼深水埗可能有些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深水埗是一個在香港比較罕有地 有很多戰前的唐樓的一個區域 甚至乎我會說 如果你今天想看得到戰前的唐樓 你就一定要來深水埗 那麼我想這個原因都不外乎 其實是因為深水埗可能在80年代開始 所以這並不是一個社區更新 或者並不是一個更新得很快的一個區域 都是一個舊區比較慢一點的一個發展 所以在整個地區裡面 都仍然保留了很多一些 其實是戰前的一些唐樓 但是首先其實我們如果說到唐樓的話 可能大家都未必會明知道 究竟唐樓是甚麼來的 為什麼會有唐樓的出現 而唐樓究竟又是代表甚麼呢 原來所謂的唐樓其實就是跟它的一個對比 就是一個opposite of唐樓 其實就是一個叫讓樓的東西 原來這件事已經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的中後期的時候 在香港亦都出現了唐樓和洋樓的兩者之分 那麼在最簡單的一個說法裡面 其實唐樓就是在地契裡面 它是可以一個多層的一個分租形式的一個建築物 而洋樓其實就是可以用來做一個用途 所以其實在早期的時候 在市區其實也有很多是洋樓地 也有些是唐樓地 最主要就是在地契的一個用途上面 會有一個分別 就是一個可以分租一個不可以分租 或者一個可以是多用途 一個可以是住宅的通常是住宅的用途這樣 但是這件事去到十九世紀中後期的時候 香港的一個社會 尤其是在香港島的一個人口密度 開始越來越高 而就令到當時的地價開始上升 其實香港在很早期的時候 已經開始有一個高地價的一個情況 地已經可以開始炒 甚至乎其實看過有些文獻所說的 在香港還未正式割讓給英國之前 在香港正式成為殖民地之前那一年 原來已經開始有人是買地 然後就希望可以各樣殖民地之後 就可以賺回一份 提外話少少 而這種土地的投機的文化 其實都跟唐樓、洋樓是有關係的 因為洋樓不可以分租 但是唐樓就可以分租 所以在土地開始慢慢 變成一個很珍貴的資源的時候 那時候呢 城市化越來越大 也有一個大程度的城市化的時候 那洋樓就開始越來越沒有唐樓那麼值錢 因為唐樓可以分租 而且可以在地上做店鋪 然後樓上做住宅的一個做法 所以其實去到十九世紀的中後期的時候 開始有一些本來擁有洋樓的一些土地的人 就問政府可不可以轉回去做唐樓地 唐樓地是值錢的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唐樓和洋樓 有時候可能大家會以為唐樓就是唐人住 其實也不正確 原來到了一些情況 這些有洋樓地的一些洋人 其實都想把自己的一個財產 變回唐樓地 令到他們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而這些唐樓其實在深水埗一帶 我們都會看到有非常之多這種類型的一些住宅 而其中一個在香港我會說是比較有趣的建築的故事 或者一段歷史 其實就是在深水埗原來曾經有很多的一些住宅 即是有很多的一些唐樓的住宅 其實都是由一間比利時的地產公司 叫二品地產公司 它的一個發展 那這個二品地產公司 其實就是在1920年代開始 就已經在香港出現了 而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其實它的分店 就是二品地產公司的分店 遍佈了全中國 也都遍佈了東南亞各地 那在這個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廣州、香港 遠自到新加坡等等的這些地方 都有它的一個網絡在裡面 所以當時是一個很大規模的跨國地產商 而這個地產商其實去到戰後就慢慢開始衰退 到今天已經不復存在了 但是在幾年前其實就有一位比利時的學者 他就在比利時的國家檔案館裡面 就找到有一批的文献 其實就是二品地產公司的一些文献 而裡面也記錄得很好 就是在很多的地方 即是香港、新加坡 其實它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一個 保存得很好的一些檔案 而我去到這個比利時國家檔案館 有看過一些資料的時候 其實都看到有很多是舊的香港的一些照片 甚至是舊的深水埗的一些照片 我們可以看到譬如像圖中這個 就是太子徒西190號至220號 其實這個是近一點太子那邊的方向 而幸好這一座的建築物也是被保育了下來 今天仍然是會見得到 也都可以去得到 其實它就是在花墟的前面那個位置 那右手邊這一張其實就是在這個 移品地產公司的一個檔案裡面 所找到的一張舊照片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建築物的上邊的部分 有一點點灰色的一個顏色 地下就是一個白色的 應該是一些批檔或者油塵 而在整個建築物的外部裡面 到今天我們都仍然可以看到 有非常之多的一些裝飾 而這些裝飾 其實我們有時候會叫它 是一個所謂裝飾藝術風格 一個Art Deco 這樣的一個建築的風格 也是在20年代 30年代 那種所謂很摩登的一個設計 簡單來說這一種的設計 是有很多的幾何元素 我們看到其實在大門的上面 這些浮雕這樣的裝飾 其實都是一些很幾何性 好像一個圓柱體這樣排列出來的 而左手邊在柱的頂部上面 一個柱頭的一個裝飾 其實都是一些很幾何性的 三角形 一個圓形的一部分 這樣的一個設計 而且很多時候是有一個浮雕的形式 就是有少許的一個立體感 好像給到一個圖案 搭著另一個圖案這樣的做法 而內部的空間 其實都是很typical的 戰前的塘柳去的一個設計 物料上面也是很精緻 這個扶手是一個木的扶手 這樣 線條非常簡單的 非常簡約的 也都開始慢慢我們看到 所謂那種現代主義的 比較簡約的設計的一些影響 而在外部 一個比較大的浮雕 我們可以看到更加清晰地看到 那種幾何的特性 每一個的圖案 好像搭著另一個圖案這樣的做法 其實這個異品地產公司 我們在檔案裏面可以看到 他們在當時的新水埗 太子 旺角 長沙環 一大量有非常之多它的產業 也有一些其實是 設計當時非常之新潮 非常之獨特的設計 例如我們看到 其實是大約在這個太子道的地方 有一張他們的物業的一張照片 其實也是非常之... 當時來說也是非常之新潮 到今天甚至乎有些不可思議 我覺得曾經有這樣的建築物在香港出現過 那你都是看得到 當時的九龍區的一些發展 其實都是偏向比較中產一點的 一些住宅的發展 在那些文獻裏面也有說到 可能住在這些的 唐樓裏面的一些居民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中產的階層來的 而為何這些中產階層會選擇在九龍區 這些地方對住呢? 其實都是跟當時的一個社會的環境 香港的環境是有關係的 到了二、三十年代的時候 人口開始膨脹的時候 其實港島區的很多地方 已經是變得很擠迫的 所以其實當時中上環一帶的居住的環境 其實並不是說是十分之理想的 其實是很擠迫的一個環境 那當時其實一些地產商 一些發展商 就開始在九龍區 開始發展他們的一些住宅 那除了有二品地產公司 在深水埗一帶 九龍、長沙灣一帶的發展之外 另一個就是在嘉杜莉 嘉杜莉在嘉杜莉山 其實都有它的一些大規模的發展 到今天仍然都是一個豪宅區 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其實這些的新發展 都是跟當時的一個九龍區的基建 開始慢慢完善起來 是有關係的 那除此之外 其實住得比較上遠離這個中上環 或者遠離香港區一帶 很多都是可能在九龍的一些 當時的九龍 其實慢慢發展成為一個 就是新的工業區 一個現代化的一個地區 那所以呢 其實很多時候可能在九龍住的 都是會可能是一些 在當時的這些工廠裡面 對上班的一些管理層 或者甚至乎是一些高層的 那所以其實這些中產人士 很多時候他們不是說真的 那麼需要住在廣島區那裏 擠壁的地方 反而他們就會選擇去到九龍區 那在九龍區就可以住一些環境比較上舒適一些 空氣又比較好一些 那條馬路又比較闊一些的地方 那所以大家今天去到深水埗 其實你會發現 雖然深水埗是一個很人煙很稠密的地方 但是它的馬路呢 深水埗的馬路呢 是非常非常之闊的 那而這件事正正就可以反映到 其實當時在整個地區的規劃上面 都是希望可以闊一些的馬路 多一些的陽光 其實是可以令到整個地方 是沒有那麼擠迫 希望可以有一個比較好一些的環境 可以給予居民 而另外一個在深水埗 我會說都是很地標性的一個建築物 其實就是由周耀蓮和李禮芝 兩位建築師他們去設計的一個建築物 而這個建築物其實也是在深水埗 深水埗醫局 1936年的建築物 其實周耀蓮和李禮芝 兩位建築物 其實在戰前都是非常出名的華人建築物 其實當時的戰前 可能很多時候大家都會以為 建築師通常都是洋人 其實很多的 戰前的執業的建築物 已經是有華人的一些建築物 出現了 而周耀蓮和李禮芝 其實都在戰前 有非常多的一些作品 在香港的出現 而周耀蓮其實都是屬於 我們會說是一個 一個華人的精英階層 他在香港出生 香港大學的工程系畢業 然後他就在另一間 一間叫Raven & Bastl 的一個建築師公司去到工作 Raven & Bastl 其實也是在戰前一個非常出名的 建築師的事務所 他有參與中華總商會的一些工作 也有做保糧局的總理 很多時候當年的一些華人精英的一些社會人士 都是經常都會去做這些社會的事務 去到分擔一些華人社會的管理的工作 除了剛才有說過的深水埗醫局之外 另外另外一個他們的作品 其實都很類似是醫局 是貝夫人健康院 但是我們都會集中一點說一說 深水埗醫局這個建築物先 其實在整個設計裏面 我們都可以把它歸納為一個 是Art Deco 一個裝飾藝術風格的一個建築物 而深水埗醫局這個建築物 我們會看到它的柱頭上面 每一條柱的頂部 其實都會是一個浮雕的一個裝飾 雖然這個比起剛才我們看到的太子道西的唐柳 其實沒有那麼有幾何性 或者這個會比較多一些古典的味道 但其實都已經是一個好像比較現代的一個做法 它並不是真的好像一個希臘羅馬柱一樣 是一個立體的柱頭 而反而是一個好像浮雕的形式 一個壓扁的一個浮雕去做出來的 這個其實都是跟裝飾藝術風格的建築物 很講求一個機械化的工藝有關係 在裝飾藝術風格的一個設計裏面 很多時候都會用一些可以很快地去重複 去出現的一些圖案 而我們看到這些浮雕 其實很有可能都是當時的工藏 首先起了一個模 然後用那個模去複製一些人模一樣的 一些圖案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在裝飾藝術風格裡面 另一個很常見的元素就是它的圖案 是可以重複的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用一些去 在裝飾藝術風格的一個做法 除此之外我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會看到一些 很有裝飾藝術風格的一些線條 很多時候就是很強調的中軸性 每一隻窗我們看到 在頂部也會有這些 有三條間條 而在窗的每一個窗門上面也有這些長方形 有些我們稱為齒色 即是鋸齒狀的一個裝飾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在建築上有一個鐵 的一個欄杆 一個鐵的鐵藝 其實都很精緻 我們看到這些很多時候都是一條鐵的鐵片 在人手這樣去屈這些圖案出來 所以其實都是一些當時手工 可以見到當時的手工藝的鐵藝 到今天其實已經很少可以見到在香港還有這些工藝 除此之外我們看到 其實它有些是很精細的一些裝飾 好像在一個圍欄的一個中間 有一個很精緻的一個鋸齒狀 sorry 一個色色形的一個這樣的裝飾 而中間我們看到這個 其實帶一點綠色的部分 可能拍得不太清楚 其實就是好像一個竹 一條條竹 一個竹的一個形態這樣的一些圖匙來的 也是用這個去把一些手藝 一些工藝 甚至乎是一些中式的元素 放進一個這樣的建築裡面 而裝飾藝術風格很多時候都會有這樣的混合 在裡面 去到突顯建築物的一些當地的特色 剛才我提過其實深水埗一帶還有很多很多這些 一些唐樓 一些騎樓 我們也會看到深水埗醫局在整個的造型上面 其實它們都是一個騎樓的建築來的 前面是幾條柱 是橫跨了下面的一個行人路 其實側面也可以看到 其實側面也可以看到 在深水埗一帶的當時整個街道的空間 都是用這種騎樓的一個做法 為一個主樓 去到一些舊照片 這個也是異品地產公司的一個檔案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而且確 在整個深水埗一帶 當時有非常之多的騎樓 而且騎樓的高度 我們會看到 比起今天我們的樓底 都是高出很多 這個有差不多4米左右的一個高度 其實都給到一個很好的空間 可以讓行人去到行 其實對於那個店舖的生意 都是有一個幫助的 因為多了行人 是可以在一個全天候的一個環境去行街 另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也是在深水埗一帶的一個地區的一張照片 其實周耀蓮和李麗芝都有設計過其他的一些作品 很快地說一下這個就是《協恩中學》 我們看到其實整個設計裡面 都仍然是有很多這些 都一樣是有很多這些的 裝飾藝術的風格 小小的古典元素 但是古典元素其實也有一個 是慢慢地有一個比較現代的轉向 另外一個很出名的一個作品 就是在銅鑼灣 我們經常可能都會經過的 香港聖工會聖馬里亞堂 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建築物 我會說它是一個中西合璧 在這個屋頂上面 我們看到一些中式的屋頂 但是用了一些西式的紅磚 加上西式的教堂 這個也是在30年代的時候 一個挺常見的做法 因為這個教會 為了希望可以在全教的時候 可以更加和當地的文化融合 所以就會在一些設計裡面 其實都會放一些中式的元素 在這些西式的建築物上面 讓整個的設計可以有一個本地的元素 甚至乎去到一些內部的空間 其實都會看到在屋頂的一個造法上面 雖然它是一個鋼筋文型圖的一個結構 但是其實在整個屋頂的造型上面 都是仿照著一個木結構的造法 在整個建築物的裝飾上面 都會有很多這些元素 都是一些中式的元素 另外一個他們的作品 就是香港大學的一個校長的官邸 大學到一號 也是很有裝飾藝術風格的一個元素 最後一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一個作品 正正在美河流的一個對面 就是這個加頓的加頓公司 加頓中心 那麼在早幾年的時候 在研究的時候 其實就突然間發現 原來加頓中心它的建築師 原來大有內頭 那麼這位建築師其實就叫朱斌 那朱斌在香港它的公司叫機態工程師 機態工程師其實也是在民國時期開始 是在內地在中國大陸非常之出名的 一個建築師的事務所來的 那朱斌本身自己的一個個人的故事也很有趣 其實他1922年的時候 在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建築是畢業的 當時他和很多其他的華人的建築師 我們今天會叫他們做第一代的華人的建築師 而很多這些華人的建築師 其實都是在賓夕凡尼亞大學畢業的 那麼這個裡面有一個歷史的原因 其實是和這個義和團事件有關係 那麼在這個義和團事件發生了之後 其實清朝向列強賠款 因為一些兌換差額的問題 所以就出現了一個獎學金在美國 而這個獎學金其實就去到支援一些在中國的學生 精英的學生去到美國去讀書 那麼很多當時的一些年輕的精英的學生 其實都是選擇了當時的實業 因為當時響應當時的實業佈國 使用西方的知識去應用在中國裡面 而有非常之多的學生其實都選擇了去讀建築 而朱濱其實也是比較早期的大師兄 那麼在1924年的時候 其實就畢業了之後 就回到中國大陸 在天津就開辦了這個機態工程師 和另外一位建築師關仲星 去成立了這一間的事務所 而關仲星其實也是和當時民國政府的關係非常之密切 所以其實在機態工程師其實在民國時期 得到了非常非常之多的一些很重點的民國政府的一些建設項目 而之後也有另外一位建築師楊廷寶她的加入 三位都是在民國時期的建設項目 提過了剛才作品非常之多 除了有一些政府的作品之外 在上海、南京也有很多商業的作品 在上海大新百貨、大新公司 其實今天仍然可以看到都是她的作品 甚至乎在南京1931年民國政府的中央體育場 而且也是機態工程師他們的作品 你看到也有很強的一個Art Deco 但也有一些中式的元素混合在裡面 這個就是大新公司 香港的作品裡面 除了有剛才有提過的加頓中心之外 在1954年的時候也建了曼儀大廈 曼儀大廈裡面比較有名的就是香港第一部扶手電梯 當時甚至乎是聽過一些故事 甚至乎有人特意去請假去試一下這部扶手電梯 另一個就是剛剛拆了的德成大廈 其實也是香港第一個用玻璃幕槍的高樓大廈 也有九龍堂的英華書院舊子 那為什麼我剛才有說過 其實這個發現了她是朱濱的一個作品 而是一個意外來的呢 因為有一個偶然的情況下 有看過加頓中心的一個舊的圖籍 而在圖籍上面就發現了一個很熟悉的名字 朱濱 當時也不知道原來加頓中心是機體工程師和朱濱的一個作品 但是對照這個人名 其實就是文國時期這個很出名的建築師 所以就翻查了很多資料 發現這個應該就是一個其實是漏網之魚 我們未知道之前 原來未知道她都是機體工程師在香港的一個作品 而去到有一個因此有一個發現 其實我們在整個藍簾上面 建築物的外形上面 都看到有很多很多設計的元素在裡面 除了可能大家會比較認得出個中樓之外 還有我們會發現她將整個的一個很大型的建築物 其實就劃分了做幾個不同的細一點的層 細一點的體積 而令到整個建築物的比例可以更加輕盈 而且在整個排列上面 尤其是在這個側面圖 我們在這個藍簾圖可以看到 它有本身自己的一個構圖 而每一個部分的外場設計 其實都用了不同的方式去設計它的窗戶 令到整個建築物好像是劃分了幾個部分 那每一部分的比例可以自己有一個更加輕盈的 輕巧的一個比例 不要令整個建築物有一個很品種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個我都會說 在設計上面放了很多的一些考試 很多心思 而在設計上面 有時候我們在第一眼未必會察覺 但是當你細心一點去觀察它的一個造型 一個設計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有很多細心的東西放了 在整個設計裡面 好了,去到這裡其實差不多到尾聲 再想多謝一下大家去聽我們這個講座 深水埗的歷史建築其實還有很多的例子 今天都不能夠和大家各地去盡數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多些來深水埗一大走路 都可以發現有非常多這些值得去看的 值得去看到形式的一些歷史建築 我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在這裡的建築物 原來深水埗不僅是舊區那麼簡單 原來在不同時代的歷史裡面 它都有不同的建築物 而在這些建築物裡面 也可以看到深水埗一直在變遷 這件事我想都會看到 其實深水埗本身是一個很有活力 或者經過一層層的歷史去演化出來的地方 如果大家來到深水埗的時候 就可以再發掘一下這些不同 關於深水埗的層次 多謝大家 今天就到這裡為止